在负责有舆论批评职棒球团不让球员参赛 像是新农牛跟老牛熊队 很多名将都没有代表出赛 不过新农牛总教练许申明就说 球团希望球员为国争光 又担心球员受伤 那么棒鞋或是主管机关却没有协助解决 而这种两难取舍的状况 在去年奥运8抢3的预赛就出现过了 世界经典大赛对中国大陆这一役 中华队打得辛苦输得惨烈 放眼望过去场上没有几个国际比赛的熟面孔 年轻球员成了炮灰 国内球团我想也会怪棒鞋 你无兵无将要跟职棒借 但是你做的一些措施的话 职棒是不是放心让你挣招 你棒鞋在主导 为什么里外的这次不回来 职棒的不支持 这才是政策面啊 国际比赛职棒球团不放人 新龙牛的总教练徐盛明说 实在也有苦衷 新龙牛婉拒征招除了担心球员受伤 主要原因是职棒热身赛下周就要开打 导致强棒谢家贤缺席 重返职棒的林英杰状况有待调整 杨建福还有叶俊章都不在名单之内 达牛熊主将陈金峰林志胜有伤在身 奥运表现或肯定的投手许文熊 和不守陈锋明都没有出赛 同一时虽然没有拒绝征召 但也不希望独独攀卫伦参赛 相较于现在职棒球团对于国际赛事的冷漠 过去经常在国家代表队中 得到好成绩的棒球先生李居民不讳言 出国比赛难免会受伤 每一张奖状都代表中华队在国际赛事中 所争取到的荣誉 金锐不出赛不会有好成绩 但是球团也不愿意冒风险 接受棒鞋征召换来伤兵 两难该如何解决主管机关提委会 现在才来伤脑机 似乎太慢了 天悦新闻李三生正光达骨采燕 采访报道 再一次中华城邦队在国际赛中 输给大陆队 而有缺球迷就形容 现在心情可以说哀莫大于心思 而且比赛过程 中华队不认识投球打击 手臂通通不如人 跟日本队相比 在林沐依老号召下 不少选手都以代表国家出赛为荣 反观中华队 旅外球员回不来 国内球团不放人 光成军就遭遇不少困难 资深体育人 傅达人就提出警讯 再提不出检讨办法 台湾的国球 棒球 可以说是玩完了 大师兄林志胜 志胜一级 中华队亚运在街 然而才不到两年光景 中华队却接连 败给大陆两场 全程紧盯比赛的傅达人 气到脸色铁青 0比9输给韩国 1比4又不敌大陆 二连败的中华队 已经成为这次经典赛中 第一支打包回家的队伍 我们的国球出了什么问题 先必说这次日本队 在零威廊的号召下 包括了松满大府 成岛健司 腐流小姐 严村民线等大联盟好手 纷纷回国效力 就连大陆队也找来 有民族权 连一天也没在大陆待过的 张宝树 给中华队带来重伤害 球员分派分山头 然后都不会国家 国家也不管 怎么办呢大哥 OK 真的是完蛋了 担心球员受伤 球团拒绝征召 然而在面对各国 无极力打造的梦幻阵容 唯独台湾在战力不理想的情况下出征 不但输了比赛 也伤了球迷的心 TVB新闻土唐人张佳南 台北采访报道